我爱吃番茄的超想吃番茄 托马 惠旅人公厕一周多了 不知道大家剧情通到哪里了呢 在我周围这几天 关于惠旅人的讨论一直都很热烈 有看到光辉未来大哭出声 并表示永远喜欢斯兰的 也有看到一些评论说 被测评拉高了期待 结果就这就这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就认真跟大家聊一聊 我个人发自内心的 惠旅人公厕至今的一些想法 以及我个人对惠旅人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 当然这都是我的个人意见 比较主观 想要所有人都幸福是不可能的 想要说出让所有人满意的观点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全当是我抛砖引语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 在评论区理性讨论 不过按照惯例还是要提醒大家 视频中不可避免涉及大量剧透 有特别多真相线及探索之旅里 世界观的内容 借一剧透的话 请一定要谨慎慎观看 首先我觉得要谈惠旅人 最绕不开的就是 他整部游戏都采用了 国以日以结合这么一个模式 日本语女游戏普遍采用的单机模式 和国产与女游戏普遍采用的 手游连续更新的模式 在我眼里是各有优劣的 前者剧情沉浸感更强 单人恋爱体验更佳 发售时游戏内容就已经确定 好和不好任由玩家评说 而后者 国产与女游戏手游 剧情连续更新 日常的陪伴感更强 游戏可以逐渐优化 适应玩家的需求 在惠旅人的世界观里 女主我是拥有穿越能力的 时空旅人 因为某些原因 要不停的去到不同的世界 所以在大主线上 惠旅人像国产与女手游一样 连续更新推进剧情 具体到某个世界里 惠旅人又可以像一部 单机与女游戏一样 沉浸式恋爱 同时它还是国内少有的 分线多结局与女游戏 这一点的优势 在我过夜赛大陆 斯兰线的时候特别明显 走到斯兰线后半部分的时候 玩怪了国产与女手游的我 真的当时第一反应是 我的妈呀 文案好感谢 不怕被斯兰推记锦旗吗 哦不好意思 我就是那个斯兰推 淘宝启动 但是又立刻反应过来 没事还可以下个世界再见 而且刀子也有刀子的香嘛 据说一男平BOT 一天接到78条 关于斯兰线结局的投稿 如果是普通的 连续更新的国产与女手游 绝对不可能写出 这么光辉的结局 下面我还想问一下 有多少姐妹跟我一样 一开始觉得惠旅人是 稀幻题材 并对这个题材 不是特别感冒的 如果你到现在 还觉得惠旅人是稀幻的话 那真的就是误会大了 下面我简单粗暴概括一下世界观 一级剧透警告 怕被剧透的 赶紧往后拉60秒进度条 躲开剧透内容 一开始以为惠旅人是稀幻题材 打完夜赛大陆的真相线 看过探索之旅 往事我才发现 好家伙 没有稀只有换 我妈是个爱上了 普通地球人的外星人 而我居然是外星人 跟地球人生下的外星混血 这样是放在中国古代背景里 我妈岂不就是仙女下凡 爱上董勇 那我也算是半个仙女了 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怪不得攻略对象们 会无法自拔地爱上我 我穿越时空的能力 也是遗传自我妈 宇宙中拥有穿越时空能力的人 被称为旅人 所以我是个旅二代 精彩精彩 从夜轩的反应来看 旅人之间 文明之间的矛盾等等 是后续必然会展开的内容 这一部分的故事更像科幻 唯一担心的就是 科幻建立在科学之上 对于作者的文化水平 是巨大的考验 我个人认为 谈恋爱的部分 决定了会旅人的下限 而大主线的科幻部分 会决定她的上限 至于能否驾驭好 科幻这部分的内容 我在这里还要打一个问号 超级担心她写不好 又非常期待 她能够写好写出惊喜感 具体到各个世界里的内容 大的世界观上 有了随意穿越时间和空间 这么一个设定 再加上深优直播里 各位CV老师 对其他世界的一些畅想 我觉得我们的脑洞 完全可以开得大一些 游戏里女主天天做梦 俗话说得好 梦里什么都有 从夏商周勤汉到唐宋元明清 从民国到现代都市 从赛博朋克到古风仙霞 从日本江户到埃及法老时代 甚至最近很火的年代文 什么放牛娃路程 村里万元护罗下 教书先生斯兰 地主的儿子爱因 之类的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嘛 大家可以把最想看的时代背景 打在公屏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汇率人的官网上 有一段关于世界观的说明 科技侧世界在探索演化和规律 神秘侧世界寻觅着古老的传承 夜叉大陆仿佛更偏向于神秘侧 那么下一个世界 不出意外应该是科技侧 再加上官方之前发出来的图透 大胆乃一口 可能是类似蒸汽朋克的世界观 还是老样子啊 乃对了大家回来刷一波 拖骂牛逼 乃错了呢 我就求求你们集体失忆 希望大家不要不识台诸 汇率人每一次更新都是一个新世界 四手五入相当于 每一次更新都是打一部新的影女游戏 不光是剧情内容 人物关系也有可能全部推倒重来 哪怕是对于其中某一个世界不感冒 也完全可以等下一次更新 永远可以保持期待这一点 是其他影女游戏不具备的优势 因为有圣赛希尔学院这个主世界在 玩家也可以跟攻略角色们一起过节 日常互动培养羁绊 不过国以日以结合的模式 继承了两者的优点 同样也不可能完全摒弃掉其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日以单机一般都是买断制 剧情慢慢发展 徐徐扑成也没有问题 但是国产鱼女手游 更需要快节奏的剧情 需要在开头就抓住玩家的眼球 在我眼里这次会旅人夜赛大陆的剧情 就吃了慢热的亏 我自己打下来能感觉到 从共通线到陆城爱因线 到罗夏线再到斯兰线 剧情是渐入佳境 越写越接近真相 情感越来越热烈的 但是我知道罗夏线的 罗夏跟白英骑士对峙那边 才开始产生那种非常非常迫切的 想要看下去的欲望 我在翻各种社交媒体评论的时候 也注意到 大家早期对剧情的评价往往是平淡 而到最后却又会争相 给大家看一个我在typetype上看到的评论 这位姐妹真的是太猛了 极端例子啊 而且惠旅人毕竟是一部 连续更新的姨女游戏 对男主的刻画也不可避免的 需要逐步深入 不可能像日以单计一样 在十个多小时里面 就把男主的多个面全部都展现出来 所以夜赛大陆的男主人设 确实显得有些单薄 此外我还有个人非常在意的一点 但是我好像看到提的人比较少 这是惠旅人的文案风格 目前惠旅人的文案也非常的中日结合 有一点像轻小说没有长男剧 却又比那种 那都成什么的最喜欢了呢 的风格少了一些口语话和赘述 但是我更期待惠旅人 可以根据世界背景的不同 在文案风格上也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后续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世界 务必换一种风格 多多展现中文的博大精神之美 这次公册删改了三册的剧情 明显还是受到了玩家反馈的影响 手游这种能根据玩家反馈 随时调整的特点 有时候甚至让人分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 视频的最后还有一点是我真心实意想夸的 只玩日以单机的姐妹们可能不会体会的那么深 惠旅人这次万圣节的活动做的真的好 作为这个游戏的第一次大活动 我可以用惊喜来形容 不说卡面PVE活动剧情这种标配 主界面的大别也做了万圣节的装饰 活动副本里可可爱爱的UI 糖果屋材料副本里的万圣节小怪物 糖女孩子喜欢的糖果屋经营玩法 拿卡就能直接白嫖的私语 还有卡池的掉率基本上是160抽 保底就能拿到所有卡池里的活动卡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网易的游戏啊 尤其是做糖果 我一开始看到三个材料合成一种糖果 都觉得十种左右合格 二十种可以称之为良心 结果硬是做出了36种不同的糖果 在这种一次性的现实副本里下这么大功夫 是肉眼可见的用心了 虽然这次公厕的剧情部分受到了争议 但在游戏方方面面我都能感受到制作组的诚意 无论是对于国产一女手游 还是日本一女单机 都应该去其糟粕 去其精彩 希望在下一个世界 下下个世界 惠旅人能够守住现在的这份诚意 做出更多令人惊喜的游戏内容 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辉未来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不爱吃番茄的超想吃番茄 开头也说了这期视频是我抛砖引玉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看一些评论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负面的评价 但是我跟身边的姐妹交流下来 大家又是多半好评 所以我有一点疑惑 非常想看到大家的真实想法 期待你们可以在评论区 给我留下你们对惠旅人的真实评价 同时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惠旅人的杂谈和内容 欢迎给我点个关注素质三连 你的支持和鼓励对我而言非常好